AudioJungle AudioJungle 中国银行夜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书卿 在接受大陆官媒人民日报专访时说 不法分子透过复杂架构假出资 为归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 已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 需依法严处 郭树卿在今天刊出的这篇专访中表示 目前中国金融体气风险LDQUO 总体可控LDQUO 但仍处于LDQUO 风险一发 多发起LDQUO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他提到 这包括银行不良资产反贷压力较大 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 LDQUO 影子银行 LDQUO 数量依然较高 违法违规金融行为 仍是有发生 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健康现象和国际上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都可能对金融体系形成冲击 郭树清还说 由上述因素构成的LDQUO 灰犀牛RDQUO 和LDQUO 黑天鹅RDQUO 隐患 威胁著中国的金融稳定 由于金融在经济中具核心地位 金融风险的出发性 传染性和危害性非常强 一旦发生大型系统性金融动荡 就会严重影 向经济社会发展 他并表示 中国银行也还存在住存在少数股东LDQUO 乱乐类 胡作为RDQUO 随意干预银行正常经营的问题 有的股东甚至把银行当成自己的提款机 任意进行不正当关联的交易和利益